早晨 歡迎大家收看我們金融絕殺半小時 我又是你們的主持 藍藍 還有我們的可Sir 早就見到你的受法如運 是不是這樣形容的? 武俠小說很喜歡這樣形容的 我不懂 沒你文學根底那麼深厚 不是啊 那些是補合小說而已 不是什麼文學來的 好了 我們今天的題目是這個 為什麼美國的危機原來還沒完 原來現在才開始的 為什麼呢? 說來又不是說一筆報那麼長 不過呢 還是說回兩個星期前的事 到現在的發展下來 原原本本就清清楚楚 因為實在太多人運了 運了我出視頻他又繼續運 因為我視頻太多了 我看到這個看不到另外一個 所以沒有法子 我今天在這裡就詳細一點說了 兩個禮拜前 Jerome Powell大聲聲發出很嚴重的告數 可以說是 是 以及整隻鷹這樣的姿態出來 說不惜一切 將通脹打到2% 才會罷休 於是乎 人人都估計 他這次加息會 加到0.5% 對不對? 那些股市好友 嚇到傻了 那些股市 那天他講完 立即跌了 美金就上升了 這個方程式 是過去這整年差不多都是這樣的 股市跌 接著就是 債息就升 那些債息升 接著美金又跟著升 一個跌一個了 誰知道不出一個禮拜 是一間靜靜地走出來 Silver Gate的銀行 咦?真的聽都沒聽過 一直都 這間銀行 原來專門做那些虛擬幣的 那些人的生意 或者你是虛擬幣的老闆也好 新開的叫人進來 虛擬幣也有 經紀也有 什麼都有 他專門做這些 甚至乎那些 買入賣出虛擬幣那些 都在那裡有個戶口 好了 一間靈不經存 只是做虛擬幣 客戶生意的銀行 忽然 我關門 它不是好像 接下來那些說 又要經過破產 又要經過接管 突然間出來我關門 那市場似乎 反應都不是很大 是 因為都不知道它是誰 沒有買虛擬幣的 其實現在少了很多人 買虛擬幣 因為虛擬幣現在那個抹價 哇 闊到 就是買入和賣出價 最少那家都七十幾元 好像75元 美金 就是你跟它買一個 譬如一百元買一個 你已經輸了75元 你上了75元你才會打和 老實說 不過它活動也很大的 要不上去下去都 大起大落 算是大一點 所以它的抹價 是的 而且這個抹展是越來越離譜 所以是少了人買的 老實說一句 就是影響市場不是很大 那麼 是啊 真的 連那個叫做什麼 FCX 那個三十多歲的那個宅男 是老闆 哇 三十歲 已經執了幾百億 你知道嗎 這簡直就是 怎麼說 是女兒也 都拋過去了 不用說了 是不是 撲上去 直接撲上去 撲到幾億 撲到就OK了 撲到就正了 你不見了 你不見現在那些 什麼 Maggie 什麼 撲過去 洗米華 都幾億幾億 是不是 沒有幾億 你撲來做什麼 是不是 OK 但是沒有虛而弊的 幾乎連眼睛都不眨一下 這些消息 誰知道這個事故已經是銀行 逐一爆煲的一個小小的訊號 過了幾天 就爆出有一間 我都不認識的 SVB 什麼差事 我真的不知道 到時候 我都不認識 什麼 Google search 又有做什麼 GPT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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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最新的 那些 櫃 原來 是舊金山灣 一間 歷史很厲害 都四十幾年 排第16 的銀行仔 BIG 是 往上 還笑 左 你 是 沒有 把 你 聽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